confused 佳 if you later 我们开始讲辉宁的这一世哲学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标题 军中äsue 第二章 《列宁的世界革命壹无辩证法》 这个标题呢是典型的标志了 这个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特征 那么这个世界革命呢 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就是整个世界历史 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新的阶段 从这个西欧的革命然后发展为 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从西方转向东方 所以形成这个世界革命 这也是和这个帝国主义的发展相联系的 就是在资本主义把这个 把他们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从西方转到东方的时候 那么和这个相伴随的呢 是世界革命的这样一个发生 所以列宁呢处在一个 可以说世界历史变革的这样一个时代 世界历史变革的时代 说列宁主义也就是指的 这一个时代的这个马吃主义 那么这是一个 所以在这个时代的 这个列宁要面对这个俄国革命 和世界革命的问题呢 说明帝国主义现象 同时也要说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 无产阶级革命 这就构成他的哲学的第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列宁的最主要的特征是 唯物辩证法 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这个辩证法 就是列宁的这样一个哲学啊 它和这个第二国旗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同 它特别强调辩证法 为什么这个时候列宁强调辩证法呢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世界革命的这样一个爆发 那么呢它需要特别是 俄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 这样一个国家 它怎么才能够 就是说如果从全球化的角度 我们说了啊就是说西方呢 它是在这个全球化当中呢 它是占主导地位的 而东方呢是被动的 在接受这个西方的全球化思想观念的时候 然后走上全球化 也就是说被迫走上全球化道路的 那么怎么样面对这个西方的 这样一个全球化 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这样一个冲击 这个时候啊就特别需要用辩证法 来分析当时复杂的这个世界形式 这样呢就是列宁呢就把这个整个的 就是把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 作为了一个重点的研究 突出了这个辩证法的理论 发展了马克思的辩证法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物理学革命 这个物理学革命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的 这个物理学革命呢 它是它给人类思维带来的一个变化 就是对人类思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就是使这个哲学 由近代哲学的这样一个 对确定性的一种追求 转向了一种相对性的思维 相对性的思维 就是抛弃了这样一个 确定性的思维方式 所以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 这样一个渐进的 也需要从认识认识上 做出一个新的开阔 这个时候这个认识认的问题 变得分外的突出 分外的突出 比方说这个爱因斯坦 量子力学哥本卡跟学派的 都非常强调认识认的研究 所以这个认识认的学科 特别是认识的辨认法 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 哲学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学科 最重要的学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列宁要对这个 面对这个自然科学的 这样一个发展 及其所带来的能力思维的 这样一个变化 也要对辨证法做出总结 所以这样的列宁 在哲学上和世界革命 这样一个环境相联系的 他所发展的理论 是和认识相结合的 或者说是以认识认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辨证法 这就突出了列宁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点 这些一个特点 也表明了列宁的哲学 和普列汉诺夫哲学的 这样一个区别 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把这个标题 列为世界革命与唯物辨证法 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 突出了这样一个 列宁的这样一个特点 也可以说列宁 在这个环境下 是一个双重性的 这样一个人物 一个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革命领袖 那么他要去分析 这个世界革命和俄国革命的 这样一个形式 制定革命的这样一个策略 这是他作为革命家的一方面 他需要辨证法 另外一个方面 他面临着这个世界 就是说这个世纪之交的 这样一个物理学革命 以及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 他要从哲学家的角度 对这一个时期的成果进行开阔 提出新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 就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 辨证法和认识理论 所以这就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特点 他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列宁呢 他所散发他的思想的最主要的著作 也是最具有这个原创性的这个著作 我们也是我们开的这个必读书 我把它讲一下 这个里面呢 一个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个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是列宁早年写的一篇著作 原来呢 因为这个大家都是看到 列宁的这个辨证法和认识认 所以只关注他的晚年的思想 没有注意到他早年的 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随着这个列宁思想 这个深入的研究 那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著作 那么这样一个著作 他的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啊 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了啊 马克思的资本论 是对这个以西欧 就是说以英国 我们上一次学习讲了 他是以英国为典范 对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及其规律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产生 这个资本论呢 可以说是在马克思创立以后呢 这个资本论一发表以来 不管从他的这个 对功能运动的影响 还是在理论上 都产生了很深刻的 这样一个影响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卢森堡的资本集累论 卢森堡的资本集累论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啊 对世界的这样一个 对帝国主义现象呢 进行了一个深刻的分析 那么和这样一个资本论 就是和卢森堡 这样一个资本论 可以说资本集累论 相比美的呢 就是列宁的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是在这个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这本著作当中 列宁从一个东方人的眼光 也就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 落后了 这样一个国家的 这样一个人的眼光 来看待 来分析资本主义 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 是如何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 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 在一个没有资本主义传统的 这样一个萌芽的 这样一个国家 也就是说农民春色 一个集体 这个世储的 这样一个经济制度里面 是怎么萌发出资本主义来的 所以这样一个分析呢 这个分析曾经 就是说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是 马斯的资本论 和这个罗森堡的资本集团 都是对西方的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的 一个叙述的话 那么可以说列宁 是一个在通过分析 东方社会的 这样一个条件下 对俄国 对这个资本主义 发展的一个叙述 一个叙述 所以它是非常有特点的 就是我们只是研究 如果要是 从这样看 如果要是研究 东方社会的话 那么仅仅研究资本论 和卢森堡的资本集团论 是不够的 那么同时要分析呢 这个俄国的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 其实这个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个时候也分析了 这个中国的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 发展现状 但是这个列宁的分析呢 应该是从 就是说从1861年的 这样一个俄国改革 来分析它的发展 这个我们在下面要讲的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 很有名的这样一个著作 而且对了解它的 这个 对马克思主义的 资本主义理论的贡献呢 是一个必读书 一个必读书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是它集中 散伐它的 认识论 著作的 这个认识论的 学说的一个著作 在这个著作当中呢 它通过对这个 就是说集中啊 散伐了感觉的认识认 感觉的认识认 这是它的这个 第二部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 马克思学说的 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和三个组成部分 这个里面的很多思想啊 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 比方说这个 列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 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啊 就是哲学 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 后来我们一直延续 这样一个分类 包括这个 马克思主义学科里面啊 都延续这样一个分类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不同意这种观点啊 那么这两篇文章啊 它实际上是这个列宁啊 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 思想史的一个叙述 对马克思的思想史的一个叙述 就是马克思从十九世纪 到十九世纪末二世 到二十世纪初的发展 它的历史过程是什么样的 它的这个学说的特点 有哪些特点 所以可以看着 如果说我们说这个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的联究话 那么列宁这个可以看着是一个 对马克思的思想史的一个叙述 思想史的一个叙述的著作 这是第二个 如果我们要联究 它对于马克思学说的理解 以及对它的这个学术 思想史的一个理解 我们就可以读这两部著作 还有一个呢 就是哲学笔记 哲学笔记呢 这是它的这个辩证法的最主要的著作 辩证法的最主要著作 就是列宁当时为了研究 在1914年到1916年期间 为了研究这个帝国主义现象 分析这个世界革命的这样一个发展 专门研究了辩证法 然后把这样一些对特别阅读的 最主要的就是阅读了 这个黑格尔的这个逻辑学 当然还包含这个菲尔巴哈的思想 那么通过对这样一些 还包含这个莱布尼茨的著作 那么对这个通过辩证法的研究呢 列宁形成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辩证法理论 提出了自己关于建构辩证法理论的 这样一个构想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后面呢 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国家与革命 政治与足 这几篇呢 是列宁的应该说是 他晚年的一些 就是说特别是国家与革命 政治与足 都是他晚年的一些 最重要的这样一些著作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呢 是他的帝国主义论的这样一个主要思想 那么国家与革命呢 包含了他对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 国家的这样一个思考 我们前面学的就是说 恩格斯对国家 家庭私有是国家起源 他的开阔是对这个国家理论的 一般理论的开阔 那么列宁呢 虽然大段地在这个国家与革命 虽然大段地引用了这个 恩格斯的这样一个关于国家的理论 但是他是把这样一个理论呢 用于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的特征 国家特征 所以他就有比较强烈的在一个时代性的这个特点 政治遗族呢 是列宁的这个晚年的一些口售的这个遗族 以及这个就是有相当部分是他口售的 因为列宁在这个中风以后啊 就是说在就是在当时的时候 一个是列宁遭到了这个暗杀 遭到暗杀以后呢 就身体状况很不好 后来呢就 后来就又发生了这个中风 在这个时候的列宁呢 就从这个1918年以后啊 就从这个原来的这个领袖的第一线 就退到第二线 那么在退到第二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说他退到这个后面以后 就看到这个 就是前台的人啊 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疏癌的 这样一个发展情况 他发现这个疏癌成立半年以后 就开始腐化起来 然后他就开始对这个 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制度的 这样一个民主制度的建设呢 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思考 包括这个官僚主义的问题 那么所有的这样一些文献 因为他包含很多都是他的 他晚年制定的这个 刚刚这个十月革命以后 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这个著作 以及他后来口售的这样一些文件 都是由他的这个 夫人克鲁斯卡亚 就是他们记录下来的 那么这样一些东西 全部组成了这个政治遗嘱 那么政治遗嘱呢 实际上也就是 列宁的这样一个政治哲学 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可以说包括了大量的 对这个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 一个探讨 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 落后的国家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 虽然这个并没有这个 完全的这样一个实践啊 但是列宁的这个探讨的 很多宝贵的思想呢 也是值得我们这个思考的 值得我们思考 一到今天都值得我们思考 所以呢这个后面呢 就是我们就开了 就是这个政治遗嘱 就是列宁晚年的 这样几篇文章啊 我们可以读一下 读一下我们后面书上也有啊 这是我把这个情况讲一下 实际上这个 这个实际上汇集的这个列宁呢 我们讲的呢 也是它的四个方面的思想 一个是资本主义理论 然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论识论 再一个就是辩证法 还有呢 就是它的政治哲学思想 政治哲学思想 那么因为这个课时的关系啊 我们不可能呢 就是说 就是讲得很详细 要讲的话 列宁可能讲一学期 也讲不完他的这个思想 但是呢 我们因为这个学识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讲它最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辩证法的理论当中啊 我们主要掌握它的特点 那么它的这个特点的这个辩证法当中 一个是列宁了 对一般和个别关系的这样一个认述 这是非常经典的 非常经典的 需要掌握一下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哲学史观 哲学史观 它是因为它创立的是 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法的理论 那么它把这个哲学史啊 也描述为一个辩证法发展的历史 就是辩证法发展的历史 整个哲学 从这个希腊哲学 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全部把它用辩证法呢 来进行这个勾画的 这是它的这样一个第二个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哲学史观的 这个最基本的内容 第三个呢 就是列宁的认胜特征和它的主要内容 这是列宁的学说里面呢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四个呢 就是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 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 也是我们重点要了解的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及其意义 就是我们最后要了解这个列宁的 这个新经济政策 那么这五个思考题呢 也是我们讲授列宁思想的一个重点 讲授它的思想的一个重点 那么在讲授这个列宁哲学思想的时候呢 我们说的列宁呢 他这个 在他的这个生平过程当中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生平思想 就是说他的这个生平 在他的这个整个成长生涯当中呢 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个是他的父亲 就是他父亲呢 是一个这个 列宁审国民教育视察员总监 是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 所以呢 他的这个民族思想啊 对列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列宁很早就具有这个民族主义思想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的大哥亚里亚里三大 亚里三大呢是 就是亚里三大伊利奇乌里昂罗夫 是一个民意党人 民意党人 他在1887年的时候 因为参加谋次撒谎的这样一个活动而判处了死刑 判处了绞刑 那么这个事情啊 对列宁的 呃 刺激很大 使他呢 这个一开始啊 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 而走上了这样一个革命的道路 同时呢 他大哥的这样一个革命思想呢 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的整个生平的发展 都是和这个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 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 和他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 创造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他的这样一个 呃 发展思想的阶段 也看看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创造的过程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19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 这一个是呃 这一个时期啊 是列宁成为具有革命进步青年思想的呃 是进步思想的青年的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呢 他在这一个时期啊 他受他的这个父亲和哥哥的影响 就开始阅读进步的书籍 同情劳动人民 成为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 呃 在这个阅读进步书籍方面呢 呃 列宁呃 呃 在呃 在少年时代就读完了俄罗斯文学和 外国文学中的所有优秀作品 他对这个车尔黎学夫斯基和杜摩罗刘波夫的作品评价特别高 这个这两个人呢 可以说是19世纪啊 就是说是就是俄国 俄国这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里面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思想家 最重要的思想家 呃 那么这样一个 所以当时啊 凡是革命的青年都会读他们的这样一个书 都会读他们的书 那么列宁从他们这个书里面呢 就产生了这个强烈的这个公民意识和政治 政治兴趣转向了无神论 在中学的时代 他就从他的这个大哥亚里山大那儿 看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所以这个他很早就读了资本论 这个资本论就成为他后来哲学创造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思想来源 同时呢由于他的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思想 他很注意观察周围的现实 就是说的同情这个劳动人民 那么这样呢就使他啊 以一种这个学会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去看待各种社会现象 使他使他成为了一个这个专制制度的反对者 这个对于这个列宁的哲学思想发展 特别重要啊 就是说列宁和这个普列哈诺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普列哈诺夫啊 他的这个疏灾 就是完全是一个疏灾的学者 他就是疏灾子气很浓 这个缺乏这个现实主义 所以对现实的问题呢 他不是就是没有列宁啊 那么强烈的这样一个对现实问题的现实感 所以这个列宁呢 他为什么要研究辩证法呢 因为而不研究历史唯物主义 因为辩证法对于观察现实问题最能走进现实 最能走进现实 所以这个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和普列哈诺夫的思想 如果我们在这个讲授当中我们可以深切的就感受到 列宁的哲学思想啊 他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而普列哈诺夫相比较之下的普列哈诺夫呢 学旧气要浓一些 学旧气要浓一些 这就是他们思想的这样一个不同 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在八十年代末到一九零三年 我们说了一九零三年是 在俄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 不平凡的一年啊 也就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 这个社会民主工党成立 宣布正式成立 那么产生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和穆斯维克 列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这样一个领袖人物 成为这样一个领袖人物 如金 月 我们都把 cost